大家好,我是拉皮 没错,我受伤了 事情要回到一个月之前 我的运营告诉我 拉皮要不要参加一下男生女生向前冲 然后我也是看了很多UP主的视频 感觉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当时拒绝了 这时候可能有弹幕会说 阿拉基拉皮,你怎么怂了 我没有怂过 像什么闯关 高难度 我这辈子就没有怂过 在游戏里面 不过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 百年孤独 没有几个UP主认识 就很尴尬 就没有素材 不,素材就没有那么的全面一点点 我的观众朋友们看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 我的观众朋友们不开心 就等于我不开心 唉,为了我观众 哭出去了 然后我直接就不远千里去到了安徽 兄弟们怎么办 我现在有个大问题 我不知道谁来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我都不认识 我不认识明天就很尴尬 很尴尬的话就 就没有素材 素材呢,还是不会够 因为我太快了,你知道吧 太快就达到终点了 所以现在我们随便问了那个管理 要了个房间好 我们去突袭一下 讲道理 从小到大 我就被我的小学同学称之为 社交小王子 社交流鼻症就是我本人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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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走得太急 房卡落在里面了 我真吐了 那个 我的那个房卡漏在房间里面去了 房间还有多少 忘了 你可以查我的身份证 诶 问题不大 小问题 是多少来着 哈喽 哈喽 尴尬 我敲出门了 就这么 我就找到了 唯一一个认识的UP主 鬼影 然后我们就吃了顿夜宵 希望熟老熟老 明天就不会这么尴尬 毕竟在一堆 都不互相认识的UP主里面 有一个认识的 跟着他就完事了 聪明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钟 一到达被叫起来了 这晚上就睡了三四点才闭眼 睡了两三 两个多小时 习惯了 这做起改不回来了 完了,今天软腿瞎了 怎么办 说到这里 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鬼影这个B 这样UP主 晚上吃宵夜的时候 没关系啦 一起走啦 一起去认识别的UP主啦 不会尴尬的啦 到了早上 我就跟他去吃早餐了 然后我们去到餐厅 已经有很多UP主在那里吃了 好家伙 鬼影这个 你就上去就 一大顿就非常的熟老 然后这里有一群人 这里有一群人 他就 谁在中间 我当时在后面 我看着他 就 我的脚就很自觉的 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 坐下来 那个场面 直接让你们看一下吧 一大堆UP主 但是 只有一个是认识的 就一个是认识的 没关系 我就是你的好兄弟 对 你的好兄弟 你的好兄弟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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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一下 说说你心里话 没事到时候你先 哈哈哈哈 我 我 争取 好吧 争取 争取 不垫底 去到现场之后 我直接就看后面那几关了 毕竟第一第二关 不会有人 过不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过不了吧 应该不会 我靠 这个距离这么远的吗 重大难点 我要从 叉叉 到这里 等一下 然后叉叉 再叉叉 但就这里 就这里 无数UP主 落泪点 到这边了 第二个小难点 哇 这个有点难啊 这个 这个跨度 比我看视频的时候 然后 还要 还要再 远一点点 你们别说 去到后台等的时候呢 真的会有点紧张的 以前大学的时候 下面一千多人的活动 我做主持人都不太紧张的 这一下子给我整部会了 因为我看他们 跳 我看他们闯无关啊 这个水花一个比一个大 确实对我心理上的压力 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 我看他们的 是 我看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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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我第七名 好 让我们比拼继续 有请下一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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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和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 Bilibili的游戏区UP主 连哈迪 欢迎的到来 这个男生长得很帅啊 颜值很高 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啊 就是比较矮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这个 你发现了没有 前面的都是高个子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啊 小腿转来说呢 可能会 会倒得很快 不不不不不 我跟你讲 不一定哦 这个赛道有的时候个子高 它平衡能力不好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 对 以我的精力告诉你 你看我很高 但是我在女生赛道 第三关我就落水了 嗯 没有优势的 重心太高了 小的不服 并不是不可以迈出金人的不服 知道吗 来了这么远 不要空手而归 好不好 好 那尽可能拿个冰箱 好 加油了 小刀电动车 男生女生下节目中 请听 口令 3,2,1,GO! 球面上水已经给我们后面的选手带来极大的困难 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个球了 只要跨过这球就击败了不少的UP主了 跨出去了同样的手脚并用 第一关过了非常聪明 已经成功的水了半分钟的视频了 这时候看一下这种条 哎嘿 踩一半 看来我今天是要加班了 这个角度看出来这位选手还是非常高大的 第一个玩 漂亮 现在要注意一下前面这两个筷子要把握时机 选手还在等待时机 这边要跳了吗 跳了哎呀 抓完了 nice 提前下班了 看出来我们这位选手力量非常的足 小小声去确认机器大大浪花 同时也尝到了一口不太甜的甘泉 挑战失败 丢人 当时我下水的第一时间想的完了 这次素材不够了 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视频的严重性 因为我会游泳嘛 我下去直接就 哇哇哇哇哇到岸上了 然后就出事了 当时我在跳两个碗之间的时候呢 我是右脚抬过去 正好那个平台升起来了 啊 就是那瞬间 我的脚踩到它边边上面 然后直接我的脚 噢 不过不得不说 节目主真的挺专业的 我当时不对劲了 这医护人员就在隔壁 啊就很快 然后我把鞋子一脱完了 这个脚直接肿起来了 那个脚被肿起来了 啊然后就立刻冰敷 因为他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嘛 就立刻冰敷冰敷了之后呢就还好 OK我觉得应该是就崴了脚而已嘛 啊问题又不到啊 毕竟后面还要录点数彩 不然就真的没办法了 不过节目主那边呢 还是要以我们的安全为主啊 他直接就两个大汗 直接把我抬到那个骨科医院去了 去到医院之后呢 我就坐上了轮椅 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上轮椅啊 这边推着走的感觉还挺舒服的 你别说 去到现场 医生就让我们去照个CT 然后我CT的结果出来了之后 我人少了 然后那个医生呢 就拿着我的这两张东西了 看这里 呜呜呜 就这样东看看西看看啊 然后说我问题不大啊 就不幸中的万幸 只是伤了一点点的骨头而已 啊就三四个星期看情况 啊快的话呢就一两个月啊 慢的话可能也三四个月就那样子 啊上个石膏就可以走了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回去的话呢也是节目主送我回去啊 然后我我当时人傻了 我下车之后的节目组的那个工程员啊 直接过来把我公主抱抱到酒店里面了 我人傻了 当时其他的up主正好回到酒店 他们已经参加完节目了嘛 我去完医院里正好他们也回到酒店 所以大堂都是他们 你要看着我被公主抱抱上去了 你们想象那种感觉 配个悲情一点的BGM 所以你们不许笑 配个猪八戒背媳妇的BGM 回到酒店之后呢就直接直播打游戏去了啊 是不是你们这段时间都没有发现我的异常 哎太爽了 但是接下来我就面临到的第二个重大问题 就是我要去机场 我是可以撑着拐杖过去的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在医院里面拿了拐杖嘛 我我是随便撑的 没关系的 我是这么强壮的这个B弯是不是 我就直接撑过去都可以 但是我的行李不能啊 所以B站的话呢 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啊 送我陪护到这个机场里面 阿比真棒 阿比棒棒棒 然后我的行李呃提取的时候呢 有人帮我拿啊 就虽然有些地方呢 我要慢慢的拿个棍子 就这样子 这个是行李 就要打打打 我要棍子 我走一步搓他一步 走一步搓他一步 大概是这样的 你们想象一下 我一边撑 一边搓 一边撑 一边搓那个画面 到广州之后呢 我就打电话 我就让我的两个同学过来接我 哎呀 就当天我整个背 我的腰 全身都是肌肉酸痛的 因为撑那个东西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我这一趟就等于什么呢 飞了千里去到安徽 喝了一口水 然后带了个石膏腿 回到家里面 兄弟们看到我这石膏腿 点赞三年不过分吧 明年绝不受伤 明年要不继续参加呢 兄弟们 我们如果点赞到 等一下 看看别的UP组是要多少赞才可以下一期了 哇 他们这么猛的吗 就 我就点赞两万好吧 明年继续参加 完了 要是明年也受伤了怎么办 不对 前部主会不会不让我去了 不会的 他们一定会让我去的 毕竟我这么勇敢 对不对 兄弟们记得点赞三连 求求了 求求了 求求了